胃精算天然提取吗 胃精算 胃精的话是淀粉提取物 是从淀粉当中提取的 胃精当做盐去理解 胃精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它就是一种盐 就是你们在吃胃精的时候 就把胃精跟盐统一算到一个量里面 一个是氯化钠 一个是果然酸钠 它都是钠 它都是盐 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了胃精 你没有咸的口感 但是你会口渴 所以就你的身体 对于胃精跟盐当做一个东西 明白不 它都是一种大的来源 如果说作为家庭烹饪 想要提高一点点鲜度的话 用点胃精还是问题不大 但是你盐的量稍微降一降 就是你把胃精跟盐 总共反正我每天多少克 这样算好 也不用太多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用什么呢 鸡肝酸钠 鸟肝酸钠 成胃合肝酸钠 这些化工合成的食品增鲜剂 A加G 就所谓叫A加G 就鸡肝酸钠鸟肝酸钠 俗称叫叫A加G 大家以后可能看到会这样一名词 会有这个东西的 在一般我们卖的酱油里边 还有一些酱里边特别容易用 就包括成为合肝酸钠 这些东西的鲜度比胃精高600倍 胃精其实是在饭店里边和工厂 用不起胃精的 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在家庭烹饪的时候 那东西不叫成本 在工业生产当中 糖是个超高成本 就是如果这个食物想靠用糖来把它做成了甜度 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要很贵很贵的 所以才会用了工业糖 就类似于锅骨糖浆这个东西 胃精也是一样 你们家里的用胃精做的那点鲜度 在工业上是不达标的 它要在加胃精的基础之上 再加一点鸡肝酸钠鸟肝酸钠 鲜度能够提高600倍 这就是工业食品为什么比家庭烹饪更好吃的油来